第1215章 独马 1 小庄 速独型赛马和蒙古赛马是有不同之处的 独大马要经过专门的训练 就是在其实的选择上也很有讲究的 所以 我说你这批汉血马短程冲刺不如春血马 并非是恶意啊 舒文博士怕庄瑞有什么误会 初言给他解释了一下 这也就是庄瑞 要是换做一个人的话 恐怕舒文一个字都不会多说的 赛马比赛中决定输赢的因素是很多的 而且 在巨额的赌注面前 背后也并不是没有黑手存在 发生在赛马场中的恶意冲撞 说不定就是某些黑手操纵的结果 所以 庄瑞的这番话 在舒博士等人听来 都觉得有些好笑 这分明就是小孩子赌气才会说出来的话嘛 说来说去 你不都是看不起哥们的追风吗 庄瑞付费了一句 脸上却是带着笑容说道 舒博士 您也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并没有不高兴 我只是想说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赛马 我的追风都一定是最好的 没有质疑 小伙子 话可不要说得太满了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听庄瑞如此说 舒文博士也有些不高兴了 以他的身份 今儿上门来给庄瑞赔礼 实际上已经是很屈尊了 而一番好意的相马 又被庄瑞曲解 这让舒文博士感觉 连面上有些挂不住了 好 舒博士 别的嘛 我不敢说 但是 追风一定行 庄瑞也是寸步不上 你埋太哥们两句可以 但是 不能糟蹋我的伙伴啊 欺负他不会说话 不能反驳不是 庄瑞的态度 也让在场的这些老头有些差异 其实 刚才舒博士的话 真的并不过分 倒是显得终于有些较真了 好了 你们这一老一少的 在这说有什么用呢 俗话说 施罗的士马拉出来溜溜 小庄 周末让他上澳门的赛马场 不就行了吗 对对 郭老说的对 谁好谁坏一笔不就知道了吗 就是呀 周末比一笔 看看 是流传千年的汉血宝马厉害 还是外国的春血马厉害 事情都是郭大亨挑起的 现在 这位又出来打圆场 不过他的话 也得到了众人的一致收看 话说的再多也没用 赛马场上跑一圈才是真的 好 比就比 周末的比赛是几场 庄瑞的话脱口而出 本来是十场的 不过世界各地都有赛马来参加 临时加到了十二场 旁边有人回答了庄瑞的话 这次澳门赛马 本来就是和香港马会联合举办的 所有的决策 可以说 都是现在在马厩里的这群老头们做出的 那我的追风就参加十二场 庄瑞的话刚出口 就感觉有些不对 果然 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一群平均年龄绝对在八十岁以上的老头们 都像是在用小孩子看奥特曼一般的眼光 盯着庄瑞 要知道 速度赛马 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激发马匹所有的潜力 使得他在短程中爆发出所有的体力 但是 在一次消耗过后 马在一段时间内 确实再也无法进行剧烈运动了 就像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猎豹一般 它的时速 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 可以说 是世界范围内 陆地上跑得最快的生物了 但是 这种激素 猎豹最多只能保持短短的两三分钟 之后 不管是否能捕捉到猎物 猎豹都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最起码 在几个小时之内 他都无法再次进行猎捕了 所以 庄睿刚才说的那句话 简直就是外行至极了 听得一帮子老头子们 面索古怪不说 就连外面的人 也是瞠目结舌 说不出话来了 如果真有这样了吗 估计也就是神话传说中 天鹏元帅养国的天马了 反正 这些人玩马几十年 还真没见过可以接连出赛机场的马 小瑞 你没算过马吧 这下 连秦老爷子都看不过眼了 再说下去 自己这孙女婿 要丢更大的人了 算过呀 庄睿也感觉到 自己刚才的话有些不妥 干脆装傻充愣的说道 我在大草原上 和天摩尔安大赛过马 他们的马都不是我的对手 果然 在听到庄睿的话后 四周响起了一片善意的笑声 他们中间 有很多人曾经去过大草原 也在那里纵马奔驰过 但是 草原赛马和速度性赛马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秦老爷子哭笑不得的 咳嗽了两声 说道 小瑞啊 你想参加周末的赛马比赛也行 不过 十二场就免了吧 那会把马给勒死的 我看 就挑选其中的一场 参加一下吧 行 那我就选 有书博士赛马的那场比赛 中瑞点头答应了下来 虽然昨天听百门鞍说了 赛马比赛所用的马 要提前一个星期定下来 不过 场内这么多马会懂事局的懂事 想必这点小事 还难不倒他们吧 好 就和舒文老弟比一比 我支持你 中瑞的话声一落 满脸老人般的国大横 当机翘起了大拇指 看来 他这几十年 的确被舒文给压制的不行 但凡有一点赢的机会 都不会放过 谢谢郭老 中瑞对着这位地产界的 传奇大亨笑了笑 小家伙 我也支持你 坐在轮椅上的赌王 也对中瑞敲起了大拇指 不过赌王的态度 让舒文博士很是不满 开玩笑的说道 何先生 您连我的马都信不过了 这个小家伙 善于创造奇迹 我是信他的人 赌王的话 让众人吃了一惊 要知道 何先生纵横赌坛半个多世纪 自己虽然从来不赌 但向人之术 天下无人可及 那好 咱们就加点踩头吧 被香蕉数十年的老朋友给看清了 舒文博士心里 还真有那么一点生气了 赌博我赌不过你 但还真是不信了 我这玩了半辈子马的人了 能输给你这玩古董的 好好 加点踩头 这样才有意思吗 对 上次李先生你赢了我两千万 这回我可要赢回来呀 那倒也未必 说不定咱们俩压的是同一匹马呢 舒文的话声刚落 马上响起了一阵附和声 一帮子超级富豪听到可以开赌 顿时眉开眼笑 相互开起了玩笑 这 这样也行啦 站在马房里的庄瑞 看到眼前这一幕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么一群华人超级富豪 竟然在这里商量着赌马 要是被购买了他们那些立志书籍的人看到 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了 其实庄瑞不知道 在香港顶级富豪的圈子里 是经常会有一些带踩头的比赛的 而且 赌注非常大 只是 不为外人所知罢了 就像那位李超人 很喜欢打高尔夫球 经常会约一帮球友比赛 而一场休闲式的高尔夫球打下来 输赢的金额 汪汪达到了数千万港币之多 当然 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数千万 也不过就是普通人眼中的零花钱而已 还不至于出现什么伤感情的事情 见到庄瑞目瞪口呆的样子 郭大恒笑了起来 小家伙 那你的马开赌有点不厚道 算你一番 怎么样 你也偷点进来 这 这怎么赌呢 庄瑞发现 字根和赌字 真是脱不了关系了 每次只要来港澳两地 不是赌诗就是赌牌 竟然没有一次 能安安闻我的窝上几天 只是庄瑞没看到 马厩外面的那些人 在听到郭大恒的话后 脸上真是露出了羡慕之极的神情 恨不得受到邀请的人 是刺激才好 这几个超级富豪喜欢玩点 带彩头的运动 这在香港的上层圈子里 是众所周知的 甚至 一些报纸都曾经报道过 但是 他们所赌的圈子是非常小的 来来去去 也不过就那么几个人 有很多人拿着钱 想加入都没有门路 现在 郭大恒出言邀请庄瑞 说明在某种程度上 庄瑞得到了富豪们的认可 郭大恒手一百说道 简单 就你和舒文博士对赌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 你们两匹马是否获得冠军 只要你们两匹马 谁跑在前面 就算是谁赢了 我说几位 这种赌法行不行啊 郭大恒的最后一句话 听得庄瑞是哭笑不得 感情这老爷子制定的规则 是临时想出来的呀 那赌多少钱合适呢 庄瑞对于规则倒是无所谓 反正只要追风跑赢了就行 有人要送钱话 他总不能往外推吧 更何况 是眼前这些堪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 小家伙 我押你五千万港币 舒文老弟 守不守住呀 这种富豪剑的对赌 是没有什么庄稼的 所以 郭大恒要押庄瑞五千万 也必须舒文点头才行 而舒文只要同意 那么 他输了之后 是要赔给郭大恒这些钱的 没问题 你们有愿意押小庄的 我都接下来 不过 我押自己的春仙马一港币 不知道 这小伙子敢不敢接呀 舒文的话 让一群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庄瑞的身上 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 其余的人 可是都不知道庄瑞的身家的 由于外界的宣传 庄瑞在众人印象中 始终都是一个 古玩和考古专家的形象 加上这些华人富商们事物繁多 根本不可能去关注 庄瑞这么一个人的 所以 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 对他的身家并不是很清楚 小伙子 不要怕他 这钱我帮你出了 郭大亨虽然也是年过八十高龄的人了 但仍然斗志昂扬 为人十分四海 张口就要帮中瑞出这 一亿港币的赌注 郭大亨虽然是一亿港币的 就含糊不清的说道 郭大亨 他可不用你出钱的 这小家伙的身价可是不菲呀 别说一亿港币了 就是一亿英镑 他也能拿得出来的 哦 小家伙不错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可没有那么多钱了 郭大亨惊诧地看了一眼 庄睿 不过随之心中就释然了 以庄睿在内地的关系 想捞钱还不容易 只是他却不知道 庄睿能赚到如此丰厚的身价 和欧阳家族没有丝毫的关系 中瑞也不解释 微微笑了一下 专脸看醒了舒文博士 说道 既然舒博士有兴趣 那晚辈当然要接下来了 您说一亿 那就一亿吧 对了 有谁觉得舒博士能赢的话 不管押多少 我都受理了 中瑞的话 听得郭大亨一排大腿 出言夸讲道 好 年轻人就该如此 香港现在的年轻人 不是玩跑车 就是玩女人 和小庄比可差得远了 不过郭大亨的这话 打击面也太广了 围在马厩外面的那些年轻人 顿时是泪流满面 您夸奖庄睿也就算了 车上我们干什么呀 这不是躺着也中枪吗 庄先生 我们也想赌一下 你接不接呀 马厩外面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却是一个胆子比较大的 场内超级富豪的晚辈 想必是听得郭大亨的话 感到不愤了 接 有多少接多少 庄睿的回答毫不含糊 开什么玩笑 追风的速度 虽然比不上跑得最快的猎豹 但也相差不是很多了 他还不信了 这世界上真有比追风跑得还快的吗 好 我押书温叔叔一千万港币 我押庄兄五百万港币 我押书博士一千万 这跑马又不是玩古董 能一样吗 有人带头 外面顿时骚动了起来 不少人竟然直接开口压住起来 听得庄睿哭笑不得 连忙开口说道 诸位 这个咱们回头再说吧 回头再说 一帮小兔崽子 哪来得那么多钱呢 回家再教训你去 郭大亨听到喊话的人里面 有自己的孙子 不禁笑骂了一句 像他们这样的家族 所有子弟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家族公司的股份 今时每年的分红 就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了 千儿八百万的 谁都拿得出来 小家伙 你这可是抢我的生意啊 你这外围赌 要由我来接 到时候 分离一半的红利 赌王也和庄睿开起了玩笑 庄睿倒是无所谓 他也没工夫去接这些投注 赌王愿意操制心思 他当然赞成了 当下笑着说道 得 老爷子 我还怕您不接呢 正好省了我的事 你小子 比您就还滑溜呢 亲家有夫妻呀 我那女儿 怎么就没找到你这样的老公呢 赌王笑着感慨了一句 他在场内 不管是年龄还是背反 都是最大的 说出这样的话来 倒是不会让人反感 嘿嘿 诸位长辈 这马就太小 大家还是回家去吧 庄睿文言干笑了两声 把话题给转移开了 虽然赌王女儿长相不错 但却不是个省油的灯 混迹在影视全部说 还传出了很多绯闻 庄睿对这样的女人 可是没什么兴趣 那啥 各位长辈 你们聊着 我去外面招呼下客人 一群人重新回到别墅之后 庄睿立马就想找个借口开溜 和这些活了近一个世纪的人 人们在一起 庄睿感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些老家伙们 没一个好糊弄的 那一个个都长着七小玲珑心 怎么 不愿意陪我们这些老头子 说说话呀 赌王的一句话 让庄睿哭着脸留了下来 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 听着这些老人 讲一些商业的事情 几十亿的大投资在他们嘴里 仿佛就像是百十块钱的生意一般 毫不在意 甚至在闲聊之中 李超人和郭大亨就敲定了一笔投资 涉及金额达到十亿以上 没有商场那种无声的消言 只是随口几句话 投资就被定了下来 这也让庄睿涨了不少见识 以前他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圈子 真没想过生意还能这么谈 只是他不知道 这些只是老板之间的印象 具体的事情 还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去跟进的 这些老人均是事务繁忙 坐了一会之后就告辞离开了 随着时间的退移 外面的那些宾客也纷纷离开了 喧闹了一个晚上的秦家宝宅 终于安静了下来 客人们走了之后 秦家众人真是一脸兴奋的身心 就连齐浩然这么稳重的人 脸上的喜色也是一语言表 要知道 从秦家在香港立足以来 这是最为荣耀的一天 老爷子大首 不仅港澳两地的富豪云集 就连两地的特别行政长官 也派了专人到场祝贺 更有许多豪门向秦家表达了 在诸多行业内展开横作的意愿 如此一来 原本业务仅限于珠宝业的秦家 也可以开展多元化发展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秦氏家族的财富 就真正的 可以挤身于港澳顶级富豪的行列之中了 小瑞亚 你是个好孩子 老爷子端坐守卫之上 笑眯眯的看着庄瑞 越看越是喜欢 他心里明白 秦家之所以会有如此地位 基本上都是庄瑞所带来的 庄瑞知道老爷子这话里面的含义 当下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爷爷 您今儿累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后天咱们就要去傲慢了 庄瑞不是那种高大权势的人 能给妻子的家族带来一些改变 庄瑞从心里也高兴 谁不想自己的亲人过得好一点呢 不累不累 爷爷今天的心情好 你陪着我说话话吧 秦老爷子连连摆手 能看到家族兴亡 这是老爷子最大的心愿 而今秦家在香港 也是指足轻重的大家族了 老爷子平静的表面下 其实早已是心情极大 哪睡得着觉呢 对了 小瑞 你的那追风马 真能跑得那么快 闲聊几句之后 秦老爷子将话题 扯到了周末的赛马比赛上 老爷子也是马会的成员 对于赛马智之甚深 庄瑞那匹汉血马 虽然看上去神俊 但短程赛马讲究很多 并不是说 马好就一定能赢的 爷爷 您放心吧 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 追风是不可能输的 庄瑞说着说着笑了起来 您老不妨投一笔重主 也让书博士心疼一下 秦老爷子文言大笑起来 还是算了吧 破财不可过度 再说了 我们家宣兵可是最讨厌赌马了 由于庄瑞对秦家的重要性 连带着秦宣兵在家族中的地位 也变得超然起来 不但那些叔叔婶子 表姐堂哥们的整天围着讨好 就连秦老爷子也要顾虑一下孙女的想法了 不会的 香港赛马会是纯福利性的组织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嘛 宣兵的想法也要改变一下了 庄瑞对赌博并不怎么感冒 但是对赌马真不反感 这东西和国内的彩票差不多 都是福利性质的 当然 香港赛马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就原非是争议破多的彩票所能相比了 这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和老爷子闲聊了一会儿之后 秦家众人也都散了 鸽子回房去休息 不过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注定要很多人都彻夜难免 秦老爷子大寿 不过是香港上层社会的一些花边新闻网了 此刻香港民众的注意力 则是都被周末举办的 港澳两地赛马大会给吸引过去了 由于高昂的赛马奖金 此次港澳赛马大会 不但汇集了两地的名马 就连世界赛马组织都被惊动了 更有不少私人 早已将自己的马空运到了澳门 准备参加这次比赛 虽说赛马是全民游戏 谁都可以参与 但是实际上 国际赛马的资源 还是掌握在少数一些人的手上 或者换句话说 世界上最好的赛马 所有权都是属于那些顶级富豪们的 当然 也有一些财力并不是很充裕的人 会组建一些小的俱乐部 专门训练赛马 参加世界上各种赛事 所赚取的资金 再用于俱乐部的运作 这一类人 也是世界赛马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在周五的下午 庄瑞与秦浩然 还有刚刚过完大受的老爷子 一同来到了澳门 此时的澳门 早已富豪云集 游客如智了 在澳门的街头小巷 到处都能看到 此次比赛的宣传海报 整个澳门 都沉浸在了一场赛马盛演之中